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AI晶片市场在2025年绝对处于一个微妙的转捩点。 尽管回答凭借其,Blackwell架构仍维持着技术和市场占有率的绝对领先地位, 但Google TPU的全面商业化,正是回答看似牢不可破的定价权开始松动。 据半导体行业研究机构Semi-Analysis的测算,回答过去的最大客户Google,如今已成为其最大的对手。 Semi-Analysis指出,OpenAI仅凭扬言采购TPU这一筹码,就能迫使汇大生态链做出实质让步, 使其运算机群的总拥有成本TCO下降了约30%。 具体来看,这次Google主动出击Anthropic成关键引爆点。 长期以来,Google的TPU,犹如其搜寻演算法,是深藏不露的内部核武器。 然而,Semi-Analysis获取的供应链情报显示,这一策略已发生根本性逆转。 最直接的案例来自顶级大模型公司Anthropic。 Anthropic已确认将部署超过100万颗TPU,这笔交易的结构极具破坏力,揭示了Google混合销售的新模式。 直接销售首批约40万颗最新的TPU V7,将不再透过云端租赁, 而是由长期合作伙伴博通,直接出售给Anthropic,价值约100亿美元。 博通在本次交易中,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算力转移的隐性赢家。 云端租赁剩余的60万颗TPU V7将透过Google云进行租赁, 涉及高达420亿美元的剩余履约义务,RPO, 直接支撑了Google云近期积压订单的暴涨。 这代表,Google不再吝啬于将最先进的算力外售。 除了Anthropic,Meta,SSI,XAI等顶级AI实验室, 也出现在了潜在客户名单中。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攻势, 回答罕见地展现出防御姿态, 不得不针对循环经济, 即投资初创公司购买自家晶片的市场质疑, 发表长文辩解,凸显回答确实受到威胁。 在成本为王的治理之下,TPU具有碾压性TCO优势。 实际上,客户转向Google的理由很纯粹, 在AI军备竞赛中,效能是入场券, 但总拥有成本,TCO决定生死。 Semi-Analysis的模型数据显示, Google TPU V7在成本效率上对挥达构成碾压优势。 从Google内部视角看, TPU V7伏器的TCO比达GB24伏器低约44%, 即便加上Google和博通的利润, Anthropic透过GCP使用TPU的TCO, 仍比购买GB200低约30%, 这种成本优势并非仅靠压低晶片价格实现, 更源于Google独特的金融工程创新, 透过云端平台提供财务保障。 在AI基础设施建设中, 存在一个明显的期限错配, GPU机群的经济使用寿命通常只有4-5年, 而资料中心场地的租赁合约则长达15年以上。 这种时间上的不匹配, 使得Fluenstack,TeroWolf等新兴算力服务商很难获得融资。 针对这个问题, Google利用一种表外信贷支援, IOU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中间商无法支付租金, Google会介入提供财务担保, 确保算力资源得以稳定运作。 这项金融工具直接打通了拥有电力与场地的加密货币矿工, 与AI算力需求之间的读点, 建立了一个低成本, 独立于挥达生态之外的基础设施体系。 除此之外, Google的另外一个杀手锏, 系统工程与光互联技术。 如果说价格战是战术层面的对垒, 那么系统工程则是Google战略层面的呼称河。 虽然单科TPUV7在理论峰值算力Flux上略逊于挥达Blackwell, 但Google透过极致的系统设计抹平的差距。 TPUV7在记忆体频宽和容量上以大幅缩小与挥达旗舰晶片的差距, 采用了更务实的设计哲学不追求不可持续的峰值频率, 而是透过更高的模型算力利用率MFU来提升实际铲除。 更值得注意的是,Google真正的杀手锏是其独步天下的光互联ICI技术。 不同于挥达依赖昂贵的NVLink和Infiniband Ethernet交换机, Google利用自研的光路交换机OCS和3D Taurus拓扑结构, 建构了名为ICI的片间互联网络。 这一架构允许单个TPUV7机群POD扩展至惊人的9216颗晶片, 远超汇达常见的64或72卡机群。 OCS允许透过软体定义网络,动态重构托扑结构。 这代表如果某部分晶片故障, 网络可以在毫秒级绕过故障点, 重新窃片成完整的3D环面, 极大的提升了机群的可用性。 且光续号在OCS中无需进行光电转换, 直接物理反射,大幅降低了功耗和延迟。 Gamini 3和Cloud 4.5 Opus这两大全球最强模型, 均完全在TPU上完成预训练。 这本身就是对TPU系统处理尖端模型、 预训练这一最高难度任务能力的终极背书。 随着Google拆除最后的围墙, 软体生态也迎来改变。 长期以来, TPU在外部市场的普及 一直受到软体生态的限制。 Google坚持使用自家JAX语言, 而大多数全球AI开发者则习惯于TiTorch与QDA。 然而,随着商业利益的扩大, Google开始调整策略。 Semi-Analysis指出, Google软体团队的绩效指标, KPI已经从服务内部需求转向开放与相容外部生态。 官方明确表示, 将全面支援TiTorch Native在TPU上的运行。 原本依赖低效率的LazyTensor转换的方式, 也被XLA变译器直接对接TiTorch Eager Execution模式所取代。 这代表, 像Meta这类以PiTorch为主的公司, 可以几乎无缝地将现有程式码部署到TPU上。 同时, Google也积极向VLLM, SGLAN等开源推理框架贡献程式码, 进一步打通TPU在开源AI生态中的相容性。 这一策略转变, 正在逐步削弱, 挥大原本牢不可破的Kuda护城河。 随着软体与硬体的双重进攻, 锡谷AI算力霸主之征裁钢揭开序幕。 总而言之, 随着Anthropic高达1G瓦的TPU采购细节曝光, Google以正式脱离云服务上的标签, 转型为一家直接向外部出售高效能晶片与系统的商用晶片供应商。 当顶级AI实验室能够利用TPU训练出超越GPT4的模型, 且Google愿意开放软体生态并提供金融杠杆时, 会达高达75%的毛利率神话便不再牢不可破。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